相传只要用公用电话拨通自己的手机号 并呼唤三遍小杜 电话那头就会出现一个男孩解答您所有的疑问 听着电话里死一般的成绩 小美自嘲她真是太天真了 居然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她转身离开 殊不知公用电话厅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想着男友有可能背叛了自己 小美的心情就有些沉重 回到家她摊坐在沙发上 她正在想是否该结束这段恋情 这是男友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男友还算之趣 表示那个女孩只是自己的妹妹 听到回答 小美悬在心上的石头这才落了底 她说自己还傻乎乎给小杜打了电话 真是蠢死了 小美愣住了 难道不是在电话里回答她的问题吗 男友说当然没那么简单 小杜会亲自上门来当面告诉她答案 小美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男友说小杜非常敬严 只要有人提出了问题 她还会在找到人之前 再打电话通报自己的位置 但是要注意 如果问了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就麻烦了 小美忙问什么麻烦 小美不以为然 想着那只不过是个都市传说罢了 可这时她手里的杯子突然碎了 小美忙着收拾残渣就挂了电话 哪只电话又响了起来 小美只当时男友故意下她并没有在意 洗澡后她就要上床睡觉 这时她突然注意到手机多了条来电录音 小美有些困惑 男友为了下她也太拼了 居然这么敬业打电话 可等她回报男友电话的时候 电话那头居然无法接通 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这时电话又响了 小美又心慌了 她马上跳起来打开窗户朝外看去 但家门口的纠惯前却是空无一人 而就在小美惊魂未定的时候 电话再次响起 而这次小毒居然说就在她家门口 小美颤抖着双腿走下楼梯 打开门口的传呼机 门外却并没有任何小孩的身影 小美强忍恐惧朝大门走去 她打开门栓随后猛地推开门 这下小美安心了 她关上门挂好门栓 可就在她要上楼时 门厅的灯闪了一下后突然灭了 然后小美的电话就响了 她有些犹豫却还是接听了电话 小美瞬间倒吸一口气 不知何时 她的身后突然出现了 露出鬼异笑容的西瓜头男孩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